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元唐善书 禅修的重要 主助先佛为道祭禅师 道祭禅师将 师曰物作严前看晚霞 担心一曲祭天涯 决心欲入如来地 是让俗臣天一趴 圣事无今日降助 禅修的重要 第萨九章 法念处禅修概论 三 四 观察七觉之 七觉之是修行中相当重要的方法 以下先将七觉之解释如下 一念觉之 为了精进解脱 要常思维四念处 时时刻刻觉念四念处 而已经生起四念处的念觉之者 就让它增长广大 以进一步得到体证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 一生起心念 就要清楚的觉知 那是什么心念 是贪欲心还是嗔恨心 是懈怠心还是追悔心 当它们消失时 也很清楚它们已经消失 一个人若是没有正念的觉知 就会被自己的妄念 妄想牵着鼻子走 故修念觉之时 修行者必须注意 一 修四念处时保持正念正知 二 减少与不想修行的人接触 三 随时令身心保持在观照行战 坐卧之姿势 二 择法觉知 择法及选择方法的意思 例如信仰太强会产生盲从 此可从加强智慧来平衡 若智慧太强会产生以法 此可从加强信仰来平衡 精进太强会产生调举 此可从加强禅定来平衡 禅定太强会产生昏沉 此可从加强精进来平衡 三 精进觉知 当精进变得更强时 修行者对四念处是灭苦的唯一道路 就不会再感到怀疑 对于世俗的欲望也不想再沾黏 达到此境界 喜觉知就会升起 四 喜觉知 喜觉知要升起 一定是从精进觉知中获得 而且这种喜是修法的喜悦 不是世俗贪爱的喜 五 清安觉知 当心生喜觉知 能够克服因为欲望而衍生出的烦恼后 内心就能产生清安的觉知 也可以说 清安觉知是以三法因 无常 苦 无我 为身心所缘而得 六 定觉知 当心清安下来 就不再会有过去六根畜六尘的烦恼 无名也同时被破除 达到心境如水的境界 七 舍觉知 心定下来 去除了欲望 就会放下烦恼 而舍去过去不正确的观念 例如体会到身心的实相 非男 非女 而不想再为身心做什么了 而完成舍觉知 所以大念处经中记载 赴次 诸比丘 比丘安住于法 随观诸法 及一七觉知观察诸法 诸比丘 比丘如何安住于法 一七觉知观察诸法呢 于此 诸比丘 比丘有念觉知时 了知 我有念觉知 无念觉知时 了知 我无念觉知 了知未生起的念觉知 生起 以生起之念觉知 增长圆满 有则法觉知时 了知 我有则法觉知 无则法觉知时 了知 我无则法觉知 了知未生起的则法觉知 生起 以生起之则法觉知 有舍觉知时 了知 我有舍觉知 无舍觉知时 了知 我无舍觉知 了知未生起的舍觉知 生起 以生起之舍觉知 增长圆满 诸比丘 此即比丘安住于法 一七觉知观察诸法 七觉知中 每一觉知都是以三法因 无常 苦 无我 为其所缘 而且每一觉知 都是由四念处而引发 只是力量更强 智慧更猛力 最后完成涅槃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路众 以弃天心 南天虚原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住印善书 光临虚原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原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